黑衣男脸上都是伤 一旁热心民众还拿卫生纸给他擦拭伤口 两派人马在大街上叫嚣 也不顾路上车多 就在路边互相挑衅 推来推去 突然间其中两名男子 手拿塑胶椅 朝一名躲在车后面的黑衣男 冲过去一阵猛杂 双方朋友也跟上去帮忙劝驾 吓得路过民众赶快打电话报案 活报场面发生在新北市新庄一间KTV附近 15号晚间11点多 当时名53岁的陈姓男子跟朋友唱完歌 站在门口聊天 疑似讲话太大声 引发路过的冯姓民众不满 两人爆发口角 没想到最后演变成肢体冲突 陈姓男子先动手打人 导致对方朋友随手拿了路边彩券行门口的塑胶椅 追上去就是一阵猛K 最后47岁的冯姓男子 因为伤势最严重被送医 警方先把现场受伤的两名男子带回侦办 双方职业都是工人 下班后各自跟朋友喝酒唱歌 彼此不认识却起冲突 事后互不提告 而其中一名当事人 他的两名朋友因为有拿塑胶以助阵 事后也被通知到案 原本相约去唱歌 这回没唱到反而一起进了警局 TVBS新闻5G悬黄竞分新北市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